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疫情关系困住在香港 不如我们试试做一个旅行 平时我们都会飞到外国去行山或者去逛逛 香港不如我们试试玩一个旅行 我们就想最长是哪一条径 一搜索就是物理浩径 有100公里 我用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开始是首先揹着水走 探一探路 开始揹背囊 玩完一夜camping 究竟在哪里有水拿 哪里睡觉适合 或计算好航拍 例如Summer的七月开始探路 是真正走的时候 是新年后二三月的时候 最松动的时候 因为新年前后大家都忙 所以就一次过用了七日六夜 就形成了这个M28 这个活动 其实里面的讯息主要是 告诉别人 我们在香港城市的生活 为什么平时看到人 都是一次过不知几十个小时 就走完这一百公里 不如我们试试另一个角度 用很慢的角度 慢慢走 每天走十多公里的视角 拍下它 脱水量 脱水量最好的好处就是 它已经可以给我们 补充我们的体能 而且它是轻身 你加热水 十至二十分钟 就已经可以吃一餐了 而且今时今日 它已经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味 煮的方法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最主要就是 有一个煲 煲滚了的水 就倒下去 已经可以吃了 一来它不会有额外的垃圾 就这样你扔回袋子 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我们会有泥水器 去到一些溪间 或者一些公厨 我们就会用食水去饮用 这些测液就是很重要的 我们走行的时候 或者我们现在露营 都会直接大一点 譬如去露宿 如果煮素食 其实是比较方便处理的 起码没有那么快变坏 因为以前我都吃肉 我们会担心怎么处理 又要买冰去坐着它 如果你只有三天 第二晚你已经变坏了 所以其实食素 某程度上 在露宿上 也是一个方便的做法 而且我觉得重量也帮了很多 起码一些材质 没有那么重 可能会多些选择 如果我们要清理的话 我们经常都推介大家 用茶纸粉这种东西 非常好的去药方式 本身都是属于一个天然的物料 你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处理它 其实是不会对大自然有太严重的伤害